在云南白板里面有会员资料 打开来之后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下载格式 当然用Excel处理的话可能比较麻烦一些 可是用CSV比较简单 你可以用CSV下载之后 这边有下载的 一样你可以把它 拖拉到我们哪里呢 拖拉到Eclipse里面 我把它从下载区里面 直接这样拖拉 放开 它就进来了 到这边 那我们可以把刚刚的那个什么 就是原来叫member.tst 其实你就改成 这个名称.csv 其实虽然点csv 虽然它打开来 可是你会发现打开来 它会是用那个 Excel来开设计是乱码 不过 你如果在Python里面 只要是指定它 用什么用那个 UTL8 就OK了 其实这边的话 如果什么是什么都不用改 应该也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你会发现 直接把它执行 结果应该是会跟刚刚看到 是几乎一模一样的 有没有 它这个 五个栏位 加最后会有个换 有没有 最后的话如果说我要切割 你会发现 其实结果也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我把它print出来 假设只print了 前面十个人的话 那我其实程式几乎都不用改 执行 结果一模一样 所以 你不要看到csv就觉得不一样 其实它 里面 其实你用 点txt 也可以啦 只是一个副档名不一样而已 里面放的资料是一样的 OK 未来呢 当然 其实 Google市算表 除了 跟那个 Excel里面蛮多地方一样 有个地方不一样 其实Google市有个蛮 蛮好用的功能 就是它除了可以下载档案之外 以后如果你要把它 当成云端来用 你也可以 发布到网络 他也可以怎么样 把这份文件的 整份 或者买工作 比如这工作表 我要把它变成一个什么 变成一个网页 或者是把它变成一个网络上面的一个 开放之来源 按发布就可以 它会怎么样 帮你产生一个发布成 如果你要变成一个网页 发布 它会自动帮你把这个变成一个网页 那也就你这个网页路径 你就会等同你有个开放之来源 你也可以用Python去抓这个来源 那以后比如说你这个来源 假如是固定的 以后很多支程师都抓这个来源的话 你这边 当成 就是 资料来源的地方 他们就抓这个路径就可以 那也就这边更改 那边全部都更改 OK 所以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把 这个 资料放在云端上 让很多人同时同步的话 可以用这一招 完全不用加 社会 也不用加资料库 那当然你可以发布成什么 刚有提到 发布成CSV 甚至你以后可以发布出去 有没有 可以变成一个CSV来源 然后别人抓也可以抓一个 有点像开放资料 这个我想 后面我们还会再提到 怎么去抓网络资料 不过现在是 抓档案 所以这部分的话 大概暂时让各位知道一下 刚刚是CSV 另外的话 请各位 待会可以试试看一个学生成绩 刚刚提到 学生成绩 这个学生成绩 会有四个栏位 那会需要适合串列 那我需要得到答案 就是 分别不同 科目的总分 平均 最高分 最低分 而且最高分是谁 最低分是谁 可能要列出来 怎么做 有点复杂 但有点挑战 如果这些你都会的话 以后工作上 的东西 你也比较知道怎么应用 这个也许可以 试一下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说 我们刚刚做的这个档案 其实基本上我们都把它复制到根目录 可是你想说老师 可是我如果今天不希望把它复制 因为来源可能都没办法抠过来 他可能在另外一台电脑或者另外路径的某个位置 那如果我要指定那个位置的话 假设我把它删掉 我的路假设我要从什么呢 我们的下载区好了 我下载区刚好在这里 的这个位置 那我有没有办法指定他 其实也可以 特别说我们刚刚是用相对位置 就是直接就是放在我们同样目录里面 所以说如果不在同一个目录的话 你可以 第一个把他的目录上面的这个这个路径 点一下 把这个路径复制一下 第二个的话 然后把这个路径呢 放到这个前面贴上 加一个反斜线 OK 另外呢 再来 还有一个部分可能要注意一下 请你在这个路径前面 我记得好像 旧版这个会有问题 我看到新版现在会不会有问题 执行一下 直接就给他一个完整的字串 他会出现错误 他说他不认得 这么一长串这什么东西 他看不懂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Python你要让他看懂 非常简单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诀窍 就是直接怎样 在这个绝对路径的前面呢 请你补一个小R就可以 就补一个小R OK 这边特别注意 记得好像这书里面也没讲到 这个秘记 可能要记得一下 因为这个如果你不会 我们试一下 只有加一个小R而已 刚刚是跟你讲说 他说没办法抓到这个扣 而且还跟你讲说 这个扣他好像 主要应该是跟这个有关 这个有关 好 那我们如果加一个小R的话 执行一下看会不会OK 你会发现 如果 只有加一个小R你会发现 绝对路径 就可以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 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他看起来好像就是这个 这个字元他 太多 他也是托异字元 所以如果你不加这个小R的话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你用什么托异字元来做 应该也是可以 不过你变成你要做很多个 你倒步 最简单的方法 直接加一个小R 就可以直接存取到那个绝对路径 那这个部分 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 主要是把那个 档案的那个位置 稍微改一下 我就把它改成 用那个云南百百上面的会员资料 第2个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那个学生成绩 这部分 我来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我们也先下课休息 待会再来看那个 学生成绩 这个就复杂度更高 里面的话总共有 八个学生 他里面有 三个科目 那这三个科目呢 我要个别的 统计他的总分 平均 最高分 最低分的话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好吗